You have been cheated and lied to I knew it The gentle laborer shall no longer suffer from the noxious greed of Mr. Krabs What's that guy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but he's got a megaphone Crashing through the windows of Mr. Krabs House of Servitude Wow, all this supporting is making me hungry Hey everybody, let's go get a Krabby Patty 拜託蔡英文總統講一下 你給臺灣人民的成果是什麼 想要你 台美關係最好時刻要變天了嗎 綠營曾經最崇拜的美國硬漢川普 這樣有可能變成臺灣民主人的終結者 前美國總統老川近日聲量來勢洶洶 很有可能代表共和黨出戰總統大選 在最近一次的專訪裡 被問到對於中國領導人的看法 昔日的反中大將軍立場大變 老川對習近平的阿姨有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接連稱在老習非常優秀 也是一位非常愛台灣的人 而接下來老川更是重炮轟擊 主持臺灣搶走許多美國半導體的工作 應該對臺灣實施關稅壁壘才對 這下可好台獨神主牌直接變成閻羅王 面對老川的移台說法 承介人表示 蠻不接受 Wait a minute 你現在是在移美嗎? 官員面對即將翻船的台美友宜 已經開始在講美式幹話了嗎? 日前台灣一位身在美國的軍武網紅 在把場測試國軍抗彈板的防彈程度 測試結果令台灣一呼一嚇尿啦 咱們國軍的三級抗彈板 面對556常規步槍彈 只能被無情擊穿 那如果面對性能大致一致的 共軍常規步槍彈 我只能說 穿比步穿還涼 我是說屍體涼了 消息傳出後引起軒然大波 面對世界軍事實力第二強的國家 國軍竟然只能扛著劣質抗彈板上戰艙 相補足防禦力 請補充台灣價值 國防部後續的態度則令人心寒 堅稱抗彈板的測試 符合國際標準 請國人放心 不僅如此 還更宣布要擴大列裝抗彈板 ONE BOY防彈衣 讓身體忍起來 為了挽回大眾對國軍的信心 國防部甚至開直播 展示國軍抗彈板的性能 毫不意外 測試結果 國軍抗彈板 湯下六花慶祭啊 但似乎直播過程 及測速條件不透明 我心裡個鬼 甚至現場共有記者徒手把抗彈板掰彎 這傻啊 我只見過記憶整頭 沒見過記憶抗彈板耶 拿過濕的抗彈板 當工軍的現代子彈 叫青年上戰場 卻只願意給出劣質裝備 這種禁護 真的讓人心冷冷啊 記憶六大遊行圓滿落幕 盯著大太陽的三萬多熱血民眾 齊聚在凱道上叫 住在對面的住戶 出來面對 哈囉 すみません 目前屋主到圓山大飯店開會去聊 人不在 引起人民的聲音 飯店內冷烈的寒風梗死棘手 穿上外套 爽喊 韌氣還行 呵呵 在外面晒太陽的你們 要自立自強啊 儘管遊行訴求直指 當前台灣面臨的重大問題 但側翼一條龍 高湊遊行還是有一首 有國外記者直言 T6遊行性別比 懸殊實在怪哉 側翼更是暴力貼標籤 這場遊行的支持者 怎麼都是些油膩胖牙 根本就是這場滿漢遊行嘛 順便頭馬可批 過往多次歧視女性言論 不被女性支持實屬正常 但事後該名國外記者 被發現根本就是小英之友 隨後本人將文章刪除 六字大吉 酸 網友也痛批 均不見現場有多少女性到場聲援 在性別比例上大作文章刻意模糊焦點 禁騷擾第一大檔 有什麼資格講別人性別歧視呢 而作證圓山大飯店的賴神更表示 不以人肺炎 嗯?不以人肺炎是這樣用的嗎? 小編翻了一下孔子的意思 你給翻譯吧 賴神 我不會因為看不起你們這場滿漢遊行 就不停取你們的意見 這樣翻譯看在綠營眼裡實在好暴力啊 護賴之友立刻發文護航 警告有心人士不要見縫插針 欸欸 翻譯就是這樣 不要太不滿 我勸你們不要褻獨賴神的智慧 716遊行政治訴求還沒傳達到執政黨耳裡 側翼就是一頓抹黑膏臭 在執政黨眼裡再多的聲音也只是異音 你們在凱道幹屌 我在飯店歲月靜好 舒服啦 阿伯阿伯 你不去跑行程在做什麼? 當然是報名黨慶啊 民眾黨四歲了 加你一位 讓KP更完整 趕快加爛報名 8月6日下午2點半 台中國際展覽館 好事化身改變成真 好 剪 可以 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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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